然後我就覺得說神明的事不能亂講 所以呢 我就去請示 證實一下 結果他就讓我站背 那主委就出來就說 小姐你要問什麼 我說 我是要去電視臺講 談三太子的神蹟 看三太子同不同意 可是我看到的是神背 他又站起來這樣 結果主委就親自請示三太子 那三太子有兩個指示 一個就是要跟著我上節目 所以那一天他有說要來上 鄭大哥的節目 他有來 鄭大哥 三太子有來 就是有來現場 我坐在聖美那個位置 然後鄭大哥還請我把三太子 請在前面 那我的觀音店 就是成就最大就是 勛紅山 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姻緣 那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幾乎有將近六百隊成功 就民國一百年那一年 對 一年有六百隊 對 所以 那麼久了 你現在一百零九年了 對啊 我很久了 服很久了 然後呢 就是那個桌面上 都是來答謝的喜餅 一堆每天有信眾來諮詢 就說 老師你們這邊 怎麼那麼多喜餅 那那一些都是來答謝的 擺杯在台灣算公廟裡面 做最最大的文化 很多人遇到沒辦法 決定的事情都拜託 先來幫我們做決定 或者是參考 那但是擺杯就是一正一反就是想杯 如果是兩個座位 兩個都一樣的就沒杯 對不對 這樣算沒杯嘛 對 如果是這個有機種有一個是站起來 那個叫做站杯 但是說實在 那個形狀要站杯太困難了 少之又少 但是如果站杯 它的意義就很不一樣 似乎這個神機就在裡面了 那所以當有這樣的神機的時候 有時候廟方會用壓克力 把它圍起來 就覺得說這是很罕見的 或者會用這個金針 金針也把它圍起來 那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在高雄 郭雄 郭雄這個給做宥昌元帥府 在這裡發生這個事情 一個騎杯就已經撩不起來了 這是兩個騎杯 晚上兩個騎杯 兩個騎杯 還合作會 這太難了 那我先請教聖梅 這是怎麼回事 這是在高雄宥昌元帥府 他主寺七大元帥 然後這個廟是有些歷史 因為他興建在鄭成功時期 所以他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香火非常旺盛 那這是一個女性重 她是因為家裡面有事 所以她就來這邊要問神明 那第一次撩杯的時候沒杯 到第二次也沒杯 然後到第三次就發生 剛剛洪一大哥手上拿到 是因為有撩過杯的人 應該都知道你杯丟出去 他一定是散開 所以一般來說如果是一個騎杯 就很厲害了 一個也很厲害 很多廟就會把他圍起來 可是這個女性這種的 拌杯結果是兩個 是相騎杯 我剛才跟那個廖老師學相騎杯 叫做雙立腳 這個很少見 而且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是 他是黏在一起的 洪一大哥一般來說 法國出去一定是會分散 他怎麼會是這樣子黏在一起 這個難度很高 所以當然就是廟方 信仲宇是嘖嘖稱奇 不過我們在解釋之前 記者還是有去科學問法 我們稍微聽一下 記者有去問物理老師 他說其實要這樣雙立腳 機率其實蠻大的 蠻大的嗎 來聽物理老師說 物理老師說的意思是說 我們平常拌杯 新的那個杯 他比較新 他說新的杯 他的腳各方面也比較立 所以他就出去之後 他站起來的機率比較低 因為他是尖的 那我剛剛提到 這個廟正成功時期 就表示他一直有一些歷史了 這個杯顯然是已經幾千次幾萬次 一直在丟在地上 所以張大哥你看 他的這個 來 我們拌杯這個 你看他這邊都磨損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啦 因為自己的地方都磨到 還有 這個這個地方 這個接觸地面的 這個地方也磨了 所以他是不是比較平 物理老師說他比較平 所以容易站著杯 這物理老師說法 他說如果兩個杯又更好站 他是這個意思 這物理說法 好 我們純粹從科學來解釋 物理老師沒有在伯母看 對啊 這是他的說法 民間性還是覺得 哇 這真的蠻神奇 尤其是生聖杯機率真的不高 請教導廖老師 生聖杯是什麼意思 這個有很多可能性 就是說一般神明他要顯神機 或是他有特別的指示 他會聖杯讓這個信眾 其實剛剛物理老師說 那個很容易 其實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為他 我們拌杯 他又是大理石 對 大理石 他會有彈力 彈起來 然後會到處亂跑 對 所以不容易 所以一般其實聖杯 都是好事居多 都是好的居多 就是神明顯神威 或是說這一個信眾 跟這一個神佛特別有緣 他可能有什麼煩惱 那這個聖杯可能就顯神威 告訴他說 你不用擔心 有我在 這樣喔 對 這個意思是說你不用擔心 對 而且兩個要這樣子併在一起 根本比貝雷達到還要 機會還要小 貝雷達到機會多少 我不知道 你怎麼比狗 其實我有一個見解 就是擔杯我們用比較科學的角度 就是來看擔杯這件事情 擔杯它就是重力會發生在這個地方 就是譬如說我現在拿這支筆 然後我敲下去 它就打下去 這重力發生的地方 就會有宇宙的交接 那我們是在這個空間 我們在連結其他的宇宙 可能更高層的意識之類的 就是靠這個重力 所以它才會有答案 而且它的答案就只有三個嘛 那三這個數字在這個世界 然後或是超越其他世界 也就是一定有一定的原因的 因為三是一個很神秘的數字 對 所以有重力發生 就會有宇宙交接 就會有得到答案 曾大哥我呼應一下亮亮所說 他剛剛說一二三 我們就是有一個擔杯 有一個擔杯 有一個擔杯 就一二三 來擔杯就是這樣 擔杯就這樣子 對 一陣一反 對 一陣一反 然後呢 兩個陰就是 擔杯 擔杯就是不好 沒有答案 擔杯沒有答案 對 然後擔杯 有一個擔杯 擔杯就是可能神明覺得 你講得不清不楚的 有可能 你有的人一件事情 你要直來直往 就是只問一件事 這個杯在請示 只能問一件事 可是你常常講的 不讓神佛的不明白 對 你不可以 你問神明說 我會生嗎 他就會給你解釋 很簡單的解釋 對 你不可以說 我會生嗎 要生當時 要生得很漂亮嗎 對 不能問得這麼複雜 對 好 這樣是 擔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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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 擔杯 擔杯 就是擔杯 就像亮亮講的 我們宇宙一二三 就是天地人 不外乎 就是天地人 那你擔杯就是超越 我們剛剛講的 擔杯 擔杯 已經到第四種了 所以他已經超越 這個天地人的頭 說實話 我們不能擔心 樹葉真的有專攻 老鼠他都知道擔杯 擔杯 擔杯 我才知道擔杯 然後廖老師 你要說貴尼保安宮 太主要的故事 就是鄭大哥 我那邊有一張圖案 這裡 照片 這是我去貴尼保安宮 拜拜的時候擔擔杯 那這一個 我是第一次去貴尼保安宮 那那一次是 貴尼保安宮在哪裡 宇蘭 宇蘭壯圍 剛好我剛剛跟亮亮聊天 剛好他的神尊也是這邊的分林 好巧 對 好巧 所以我們剛剛在說擔擔杯 我這一次是我親身經歷 就是我要去請示三太子說 我要談他的神機 那他有沒有答應 結果我就擔杯 才第一個擔我擔下去 剛好他是神杯 然後我親眼看他慢慢的站起來 那我妹就在我旁邊 我就一直叫我妹的名字 我說杯站起來 杯站起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主委就出來了 就說 我就說我擔到站著杯 就很開心 而且這個 你還把他拍下來 對對對 這個是比較不會 對對對 這個不是這樣 而且這個杯是新的 對 是新的 新的 不是說已經磨損了 然後就是 這個誰 那個我 這個就你了 對 然後結果他們主委就出現 就問我說 你擔這個 你要問什麼事怎麼站杯 我就說我要去談三太子的神機 對 那結果主委 你要擔他的神機 還要經過他同意 這是一種尊重 因為我每次來 哇哇哇談的 都是我親自辦的事情 或是我親兒跟信眾接觸 他們真實的這個跟我描述 我描述出來 那因為那次要講三太子的神機 是在我們宜蘭廣為流傳 但是我自己並不清楚 然後我就覺得說 神明的事不能亂講 所以我就去請示 證實一下 結果他就讓我站杯 那主委就出來就說 小姐你要問什麼 我說我是要去電視臺講 談三太子的神機 看三太子同不同意 可是我看到的是神杯 他又站起來這樣 結果主委就親自請示三太子 那三太子有兩個指示 一個就是要跟著我上節目 所以那一天 他有說要來上鄭大哥的節目 他有來 鄭大哥 三太子有來 對 就是有來現場 我坐在聖美那個位置 然後鄭大哥還請我把三太子 請在前面 他就是要來上這個節目 那他第二個指示就是說 他的分鄰要到我的觀音店 所以我在二樓 我觀音店是有辦法式的 所以他就 是我們的先鋒 他是中庭關水 然後帶著冰匠 所以我們法會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這樣子 對 聯華觀音室 聯華觀音店 對 有一個女網友他就PO文 他說他陪朋友去拜月老 下午這個去陪 去陪朋友拜月老 晚上就發現意外 發現男朋友固定有在嫖妓而分手 哇 好夠這麼快啊 會補去拜 晚上就發現了 所以呢 越老不只是幫忙牽紅線 甚至於還可以展爛桃花 這一個 而且台灣有一些有名的越老廟 他不只可以配對成功 還可以專門展小山 我看現在展小山是有其他人的 真的 所以呢 今天我們在節目中 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我請裕豐兄 來講一下這個女網友的PO文 對 這個效果非常的好 他在D卡上面PO文 他說呢 他跟前男友分手之後呢 很快就認識了一個新男朋友 跟這新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很開心很愉快 為什麼很風趣幽默嗎 很會講話 可是呢 他常常半夜人不見了 或是聯絡到一半 來來來去 人家沒去 然後消失了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就說我開會 所以兩個人為了這事情 吵過很多次 然後也分分合合了很多次 後來呢 他是到這個台宮 台中的月老廟去 去的時候 他是陪他的朋友去求月老 結果呢 朋友在那邊弄了半天 他就說 那我也來問問看好了 他就先問第一個問題 我這個是不是證員 他就先問月老說 這個是證員 那半杯半了 月老說 噠噠 不是證員 想到了 他說好 那我是不是應該放棄 因為分分合合太多次了 半杯下去了 我先杯 就是說這個要放棄 他說那可不可以請月老 給我比較明確的指示 那我可不可以去求個錢 一求下去 好我們來看這個 第十五首签 音源本由天注定 心亂如麻 悟君旗 何不回頭走舊路 雲開天青自分明 他重點是這裡 重點是這個 緣分的話要守舊為遺 就是說你回去找舊的那個男朋友 那這一個跟你本來就不是很好 然後他就想說好 那他自己心裡也有個底了 但是他下午才敗 他就想說 那就在觀察男朋友看看 晚上就跟男朋友約會了 八點半要去看晚上的電影 到了這個電影院 人又不見 男朋友又沒有來賴他 男朋友就說 我不是有傳給你了嗎 是十點半的那一場 我票已經買了 我們十點半才能進去 你現在八點半去也不行 那怎麼辦 他就說那你先來我家裡 反正等一下 我們十點半在一起過去 一去的時候 這男朋友就是內急 就趕快去洗手間 一洗手間 女生就無聊嘛 打開那個YouTube想要看 沒有想到那個電腦桌機板的 LINE就一直跳出來 哥哥你好久沒來了 然後就開始傳照片 那照片就是那種很嫵媚的照片 下面都有小明 什麼娃娃嬌嬌 然後有三千二三千五的 就是那種典型的茶裝的照片 然後他就把這個第二號記錄 他那朋友也是很大意 沒有三 就發現他從他們交往之前 就開始固定會去嫖妓 然後還會寫心得給人家換點數 所以等於說他同一時間 就是跟這女生在交往 可是同一時間 他就是固定有在 在做這些 扶救師學少女的一些活動就對了 扶救師學少女 然後他說照片上都是很野豔 然後很年輕的美女這樣子 那他就回去 馬上就跟這個男朋友大吵 吵完當天就分手了 然後他在PO文 其實他講的一個重點 他就說他為什麼會鬼遮掩 遇到這個男生 他去拜了月老之後 月老幫他把眼睛打開了 但是讓他看錯這個電腦的場次 其實他男朋友是訂好票 網路訂票之後 你會有個明細 把他複製貼上 所以男朋友的就是很清楚的 電影院那一場就是十點半那一場 定位序號 其實那是複製貼上 那他怎麼看 八點半 八點半 他就覺得是月老 幫他把這個結給打開了 如果沒有這個 他早一點到 然後呢 小吵了一下 男朋友安撫他 讓他進他家 然後沒有他男朋友內急 急著要去上廁所 那個電腦板燈 就不會跳出來 不過請教一下這個廖老師 是 這個女生有問月老說 這次男友是我的證員嗎 結果他不是太多 所以這個月老是真的告訴他說 你要放掉這段感情嗎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現代人的 因緣工比較複雜一點 以前的因緣工比較單純 那因為現在就是說 男女的接觸比較頻繁 所以跟古代比較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因緣工很錯綜複雜 那因緣不代表就是說 結婚的對象 因緣跟夫妻工又不一樣 有夫妻工 因緣工 對 所以我們有一些就是說 比方說我今天會碰到 遇風 這是一種因緣 這是一種緣 緣分 但是不一定是什麼 對 就是你有的 就是交往了好幾段的感情 可能到了正遠的時候 他才有穩定下來 那有的是過早 偏遠的時候他就結婚了 結果這個婚姻真的要維持 真的會非常的辛苦 對 所以月老就是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可以挑戰神嗎 帶太太去然後就說 你覺得這是我太太嗎 這是我太太嗎 鄭大哥以我的經驗 以我的經驗 那個月老一定給你笑杯 笑杯是什麼 你看月老他是 月老就是 他是很慈祥 這是我觀音店的月老 那月老他就是他的這個右手 有一個因緣布 他這個因緣布 就是所有天下人的因緣 他都掌控在這一本布子裡面 然後他的 這個這個是左手 右手他就會拿著因緣線 就是他每一個人 他就是有一個證員 他會把這個紅線 把他向後的腳 那就是一對夫妻 但是偏遠像 剛剛我們在講節目上 就是說這個新聞上這個 他就是偏遠 所以月老也不會幫他 遞這一條線 而且月老是很慈祥 鄭大哥你們覺得 月老很慈祥 看起來好順 很春風 對 很慈祥 廖老師我看你這裡也有這個 對啊 因為 以前其實我沒有 鄭大哥 就是我 太誇張了 對 這邊仔細看 以前我也發現就是說 有沒有 玉鳳 你有沒有看到 對 很厲害 對 以前我的額頭是沒有 那後來就是說 這一二十年 就是在這個宗教裡面服務 那我的觀音店 就是成就最大 成就了很多很多的姻緣 那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幾乎有將近六百隊成功 就民國一百年 那一年 對 一年有六百隊 所以 那個 你那麼久了 你現在一百零九年了 對啊 我很久了 服務很久了 然後就是那個桌面上 都是來答謝的喜餅 一堆每天有信眾來諮詢 就說 老師你們這邊 怎麼那麼多喜餅 那那一些都是來答謝的 那你再這樣下去 有一天你也會變這樣 那也沒有關係 也很好 對 那以前我發現 我的額頭是平的 那後來我就發現 我這一個位置 有月老那一個突出來的感覺 可能就是說有 這是成績吧 成績的累積 對 對 所以月老他很很慈祥 就是說他會坦白告訴你 這是不是你的證源